在聽今集的節目之前 請容許我介紹一下小弟的新著作 《獵無無者,罪與佛的黑炎》 這是一本小說 故事是說什麼呢? 無術,魔法,神通,降頭,秘法,通靈,異能 古往今來,在世界各地 很多地方都有流傳這些超自然能力 但是我們很奇怪,在現實裡 你是不會真的看到它的蹤影 這本書有故事說 有一個叫獵無會的千年組織 它致力去封殺和隱蔽一切魔法和異能的存在 這個組織活躍於歷史的舞台 無所不用其極 在另一方面 在一個叫圍城的大都會裡 接二連三有些政客死於一種超自然現象 就是人體自然 執法部門就決定委託外援去調查 這本書有兩條線 第一就是主角他們 如何去查探人體自然 人體自然如何形成 第二就是這個叫獵無會的組織 裏面的那些獵客 如何去狩獵那些異能者和魔法師 這本小說其實是想將 硬派無鬥和魔法異能 奇幻武俠和神秘主義 可以融合在一起 傳統的武俠文學 大多數都對這個武俠和仙俠 分得很清楚 武俠世界的那些招式武功 就算怎樣厲害也好 設定上約定俗成都會 將對他的極限劃了一個界線 例如主角可以認識輕功 跳得很快、跳得很高、跑得很快 但是不可以飛 你可以動作快藥閃電 但是不可以真的發射閃電 至於那些仙幻、仙俠圓環 那個類別的小說就沒有這些限制 但是這些仙俠世界又很少出現 一些見招紮燒的凡人武術 這本小說既想保留 一些戰鬥場面裏面 一招一招、鬥智、鬥力的樂趣 但是同時又因為主角要對抗的是 魔法師和異能者 這個即是接近圓環領域 無可避免又會出現一些 超乎常理的神秘力量 等同於將武俠和仙俠 擺在同一個世界觀裏面 是一種非常自找麻煩的做法來的 希望能夠為讀者帶來一些新鮮感 這本小說主調雖然是武俠奇幻 但是小弟也滲進了很多神秘元素 包括人體自然 幻術 大腦電波和一些東方所說的戲 影片催眠 武術和武術 龍脈之如此類 相信喜歡熱愛神秘事物的朋友 都會看得很有趣味 好了,講到這裏 事不宜時就開始今集的題目了 大家好 今集的節目講的就是 天氣之子這套電影裏面 一些求情無侶的淵源 以及各種求情求語的無術和魔法的關係 天氣之子這套電影動畫裏面 男主角范高 就離家出走 一個人來到東京 他很艱難才找到一份工 幫一本神秘學雜誌寫稿 當時日本連日下了很多大羽毛亭 范高遇上一個很可愛的少女 叫楊塞 楊塞和弟弟雙依為命 但他隱藏了一個重大的秘密 原來只要他誠心向上天祈求 那些雨就會局部停止下來 即是他可以局部令到一個地方 出現陽光和停雨 故事就說原來他因為某些原因 成為了一個求情的 這個毛女 不劇透的 但其實是講相關的一些 關於這個 求情天求雨的一些魔法和魔法的資料 首先講這個求陽光的魔法 很多人都應該知道日本 是一種叫做晴天娃娃的習俗 其實這個天氣之子 整個故事跟晴天娃娃背後的傳說都很有關係 晴天娃娃是什麼呢 就是日本人 就會想祈求晴天的時候 就會用白布 通常是方形的手帕 包著冰冰波或者棉花團 包了之後就變成圓形 然後在上高再畫些五官 就掛在窗邊 據說掛了這些晴天娃娃就會得到好的天氣 有一個傳說 就說 其實這個晴天娃娃是跟一個和尚有關的 晴天娃娃的日文 就是解做日照方主 方主就可以解光頭的人 也可以解和尚 這個日照和尚是跟求晴天有什麼關係呢 就相傳古代有一個能夠祈求好天氣的和尚 在一次暴雨成災的時候 他就答應這個皇室去召喚晴天 誰知他作完法之後 大雨都是不停的 結果他就被皇室下令以白布包頭吊頸死 這個相當之恐怖的故事 另一個講話晴天娃娃的來源 就是來自中國的素晴梁 素晴梁是什麼呢 是中國民間去祈禱 這個 亭雨的一些法術來的 那就是怎樣呢? 那些人就會在屋簷那裡 掛一個剪子的婦人的像 通常是用紅紫或者綠紫去剪 剪一個婦人的形象 那個婦人就會拿著一個短的 好像掃把那樣的東西 頭上有時會帶花 他的任務就是掃走陰沉的天氣 去迎來晴天 那些百姓就會把婦人的剪子掛在屋簷下面 掛掃晴梁的雜族 古時流行在北京、陝西、河南、河北、甘肅、江蘇一帶 但是不是全部都叫掃晴梁的 譬如在陝西、甘肅一帶就叫做掃天賦 北方的農村好像說現在都還保留這些雜族 在偏遠地區都還可以見到 關於掃晴梁最早的記載在元代初期已經有了 有一首叫做掃晴梁的詩 是一個山西人李進文的寫的 這首詩已經見到那種風俗 然後去到這個名稱的時候 都有些記載的 譬如清代有個叫做 《燕經碎時記》裡面記載說 六月乃大雨時行之際 凡連雨陰不止者 則歸宗而呂 剪指為之 源於門左 為之掃晴梁 意思就是和我剛才解釋的一樣 總之下雨不停的時候 人們就會剪指掃晴梁一個婦人的形象 貼在門上就可以召來這個晴天 這個雜族 這個巫術 背後有個故事 這個故事都相當之恐怖 就是這樣的 傳說曾經試過連日暴雨 天上突然傳來一把聲音就說 要人奉獻一個美麗的少女 才可以停止這個水患 於是人們就找了一個少女犧牲了 有種說法就說 少女升天之後 果然 天情就再現了 於是人們就製作這個掃晴梁 掛在屋簷那裏紀念 後來這個傳說傳了在日本 就有晴天娃娃這種風俗 除了掃晴梁這種風俗之外 其實在不同地方有些人用不同的方法去阻止下雨 譬如試過有些地方 下雨的時候他們就會在雨中燒油紫傘 因為傳說在雨中燒這個雨傘 是可以阻止下雨的 為什麼燒油紫傘?因為傘容易點燃 但是試過有些目擊者就說 油紫傘容易點燃 但是亦都很容易 大火被大宇宙很快就淋色了 所以油紫傘就燒很多 雨都是不停的 據說在古羅馬也有一種 求取晴天的一種武術 在古羅馬就說因為經常發生戰亂 大角到處打細角 經常出征 萬事俱備的時候 最好就不要下雨 因為下雨會影響行軍速度 他們有一種方法去祈求天程 會用米小許 大約十粒 紅豆小許 綠豆小許 粟米小許 一個碗 據說銅碗就更加有功效 在正中、正午的時候 把米、綠豆、紅豆、粟米放在碗上 放在室外 通常在陽台或窗台的地方 然後祈求上天放晴 就說把碗放到晚上十二點 收回來就可以了 相當之簡單 相對於 講完這個 求取晴天、陽光的這個武術 就講到這個球宇的武術 相對在這個球宇 這個球宇是資料會更加多的 首先我們講一個神話 相傳話說 一個 謙元皇帝 當時就跟蚩尤打仗 皇帝就派了一條有翼的龍 應龍 去沿野打蚩尤 蚩尤請來了風伯和雨絲 照來很大的風和雨 結果應龍就沒有辦法應付 於是皇帝就派了一個叫拔的天女去作戰 於是拔一出來 雨和風就被停止了 於是皇帝就打敗了蚩尤 但是這個拔很可憐 由於他耗盡了他的法力 他就回不上天上 就住了在人界 但是這個拔這個天女 他所住的地方就會經常不下雨 皇帝知道了之後 就唯有把阿拔 那些人民間叫他罕拔 因為他在這個地方都沒有雨落 把罕拔就安排住在這個赤水的北面 但是罕拔又不想住在那裏 他就經常逃走 他走到去哪裏呢 那裏就會發生一個罕災 於是那些人就透過一個祭祀的形式 希望將他叫走 就討告說 神啊,你去北面去吧 去到明清的時代 另外民間很多地方 的傳說之中 就將殭屍 即是我們所說的那些跳跳的那些殭屍 就認為是罕拔的化身來的 於是就演變出一種叫做 墳罕拔的球羽的雜族 例如在明史裏面也有說過 在山東一帶 民間 球羽的風族是這麼說的 他說每逢遇到這個罕災 那些人就會去發掘一些身臟的墳墓 在墓裏面的屍體就拔出來 將他的手腳斬下來 或者將它燒屍 通常這樣做天都會下雨 而這種風族去到清代是非常流行的 在紀曉南的月薇草堂筆記裏面都有記載 他就說近世所為 所魂刊拔 則皆僵屍 掘而分之 則旺旺治愈 這個神話 其實是跟一種魔術很有關係的 可以說是這種魔術的理論根據 在禮記裏面有個故事 老國當時發生很嚴重的旱災 老木公就找了一個叫狗王的巫師 去被太陽曝曬 用這個方法去平息這個旱災 那為何要 狗王其實是一個女人來的 那為何要用無女呢 就因為 古人認為 乾旱是羊 下雨是陰 男人是羊 女人是陰 基於同性排斥 異性相級這個原理 就要用女人和太陽發生關係才可以下雨 這個很慘 被制止的女人 是要在一個乾旱列下 被報了九天 其實 故事 整件事的來源是哪裏來的呢 山海經有一個這樣的技術 就叫女醜之師 在海外西經 大方東經 大方西經 都好像有說 海外西經就詳細一點 怎麼說呢 就說女醜之師 生而十日焚殺之 其象孵北 以右手象其面 十日居上 女醜居山之上 那據 有一個叫做圓柯的神話學者 考政 他就這樣說的 他就說 這個傳說就是 在 遙帝的時候 天空就有十個太陽 我們很熟悉的 天空十個太陽 後偽射日的故事 當時使大地帶來很嚴重的乾旱 有一個叫做 女醜的女巫 就是當時主持求雨的女巫來的 他在求雨求不到的情況之下 就被人去曝曬他 去燒死他 其實他還要在過程 他就是扮演罕拔 剛才所說的罕拔那個形象 這個叫做女醜的女巫 去扮罕拔然後曬死他 用這樣的方法去求雨 除了這麼殘暴的做法 有一些做法也很有趣的 那個觀念 是差不多的 例如是怎樣呢 就譬如說 在一個地方 有人想求雨 又是罕災 曬了很久 他們會怎樣呢 那些人就會抱一些菩薩的象出去 那些人抱著他在遊街 那抱著菩薩的那些人 那些人就故自然熱到滿頭大汗 汗流截背 那沒多久就連個菩薩象都好像 流汗那些人就會喊 哇菩薩象浪到出汗了 那原來是因為那些菩薩是有木頭來刁的 就上了一些油漆 那些油漆在暴露之後 就會油漫漫的 那樣子就看起來好像流汗那樣 那為什麼要抱菩薩遊街呢 原來就說目的就是為了求雨 因為那些老天爺看到菩薩都曬到出汗了 就會很同情他這樣下雨了 那些人其實用 一定的方法去祈求 自然或者透過鬼神的力量去實現某些目的 譬如求雨 就還有很多方法的 譬如漢族的求雨就喜歡拜龍王 那如果拜龍王都沒有雨呢 他們就會用武術了 就是怎樣呢?就逼龍王下雨 例如這個台龍王遊街 曝曬龍王之類的方法 那有一本叫做漳州奇雨風族裏面 就說了一些 求雨的整個儀式風族 就是怎樣呢? 那些官身 那些地保 鄉文 事紙 首先要齋戒沐浴三日或者七日 然後擇日去南外那些天地壇那裏 去向天求雨 那整隊人是要很莊嚴縮目的 一路是敲著一個鼓聲 就表示一種哀怨的情調 除了那些官身之外呢 所有人都穿白衣的 即是一些麻衣啊 或者是白長衫啊 手執著一個招魂旗 腳穿著草鞋 其實就好像做喪事那樣的 沿路就一路三叩手走 然後在中間還要唱這個求雨歌 求雨歌就唱唱唱唱唱唱唱到目的地那裏 然後他們就射在那裏 不准得包着 不准帶頭粒 就是這樣子塞 一般 塞到目的地那裏 隊長會叫 去下跪 人們就跪跪 然後向天就扣他後 跟著就申訴這個 旗語的這個理由 向上天請品 講完三次以後才可以回到 這些球宇的模術和儀式,究竟是否有可能呢? 其實如果他真的可以的話,有幾個可能性 第一就是以前那些巫師可能掌握了一定的氣象知識 其實他也估計到什麼時候會下雨 你在那裡之前做過儀式,就是責定一個良神吉日 就是預計會下雨的時候,在之前做儀式就好像下雨一樣 另外一種說法就是有天人感應 在這裏介紹一個故事 有一個叫做王亭之的人,他是修道修物中的 他講過一個茅山師傅的球宇表演 這個茅山師傅姓姚 他們兩個人因為足為企而相熟,無所不談 這個茅山師傅看得出王亭之有修道 就跟他講了很多道家西派那裡很多上茅山的功法 不過就沒有練過上茅山的五雷刀功 所以就不懂得斬斜字軌 那個人就自認學過上茅山 就是神燒派的弟子,不過背份很低 上茅山就分為神燒和青薇兩派 一向以青薇派為正統 神燒派就是支柳 宋代出了一個叫白玉蟬的人 所以這個派聲勢很顯赫 白玉蟬是海南島人 除了修單法之外,還修裂一種叫雷法的東西 所以神燒派有很多斬斜字軌 伊溫翼、球宇這些符咒的法術 有一天,剛才說過聖堯的茅山師傅 約黃庭之去吃東西 去到那裡,他跟黃庭之說 他真的很想學防中術 他說因為神燒派本來有這套功法 學完雷法之後就學防中 可以提升更高境界 但他當年學法對防中只是紫紙皮帽 所以多年修煉就沒有進境 向黃庭之說討教甚至可以拜師 黃庭之說你年紀大 我二十多三十年怎麼拜得師 他說不如交換吧 就說可以教黃庭之的雷法 黃庭之說不如表演一兩手來看看 那位聖堯的師傅就說 好,我就下場細雨給你看看吧 於是他就叫伙記拿杯清水來 對著杯水念念有詞 然後凌空就在杯上畫符 很久之後就把杯水拿去窗前 好像朗口那樣向天噴水 然後就回到座位那裡 然後叫黃庭師等幾分鐘 果然隔了幾分鐘之後 窗外真的落起雨上來 這個時候那個聖堯的茅山師傅 就把他本來一直放在下面的雙手 突然間就向上一揚 然後黃庭之就知道 原來他回到座位之後 一直在下面結住手印 現在他就舉到頭頂上散刃 沒多久雨就停了 這個聖堯師傅就得意揚揚 就看著這個黃庭之 就說他就以為黃庭之一定會求他教他 誰知道黃庭之就說 才落得二三十秒鐘雨 這些掩眼法來的 下茅山的技術來的 這個聖堯師傅就嘆口氣 就點下頭 是下茅山的法術來的 他說因為上茅山神宵派的雷法 就要結壇 就不太方便表演的 這樣 好了這個故事講完 究竟這些相傳道家的雷法 是有什麼理論根據的呢 原來白玉蟬在這個圓珠歌著裏面 有說過符咒這些法術求語的時候 其實背後的機制是怎樣的 他就說用元神去混聚自身裏面的五狀之氣 即是五雷 依這個五行雙生雙黑的原則 混上自己的氣海的氣 如果是令到金水雙生 你想像這個水遍滿天地 就能夠降雨 混自己的內氣令到金木雙黑 就能夠打雷 你帶路去戳戳的雙木 激打自己的心火 就能夠閃電 你想自身的陽氣遍天地 化為帶火 燒開一個氣字 就能夠祈求天情 講完這個道家雷法 在講求語、求情的方法之外 我們就講一下很多人聽過的奇語母 在很多小數民族 原始民族的部落 都有一種奇語母 通常是祈求降雨的一些意識性的舞蹈 在古埃及、印地安部落 甚至在非洲的很乾漢地區都流行這些舞蹈 在美國東南部一個叫切羅基族的求語母 據說除了奇語之外 還有除魔的功能 因為該族的傳說說 往生的一些暴族首領的靈魂 會隨著奇語母所召喚來的雨水降臨 以及擊敗徘徊在人間和靈界的惡魔 另外相傳一些很特別的奇語母 還會令人做出非常極端的崇拜鬼神的行為 很多奇語母的習俗 透過口意相傳都流傳到現在 還會在我們生活上的小習慣見到 例如奇語的儀式會帶一些語母的飾品 和一些土耳其玉 現在也有些人會變成了一種時裝飾品 土耳其的乳母飾品和土耳其玉 是象徵風和雨的 講到世界不同的 一些球語的風俗 一個很特別的風俗要講一下 據說在俄羅斯有些地區 民間會怎樣呢? 如果遇到一個旱災 他們會去找一些飲醉而死的人 將他的屍體掘出來 去沉入沼澤或湖那裏 有時都會將他的屍體肢解 用這樣的方式是其餘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和我剛才說的名稱那裏 人們去掘屍、斬手腳和燒屍 去求語 即是因為他當那條屍是殭屍 而殭屍就是刊拔的花生 燒了殭屍,即是燒了刊拔 燒了殭屍就不會有殭屍 這個風俗是非常相似的 俄羅斯 應該是俄羅斯和中國很相似 講到俄羅斯 有一個新聞 在今年的8月 俄羅斯西伯利亞地區 很多地區出現森林大火 有300萬公頃的森林燒著了 普京已經下令調動部隊去救火 但環保人士覺得這個命令太遲了之旅 綠色和平認為實際 這個火災的面積已經接近千二萬公頃 當地有一個著名的民族學家 叫漢特曼西斯克 他向漢特曼西斯克民族誌的學者 有一個叫貴莫廢摩爾達諾夫 真是很複雜 他向俄身社表示 俄羅斯北方原住民的巫師 計劃 在8月2日舉行儀式 祈願西伯利亞森林遠離火災 當然沒有報道說 這個巫術的儀式是怎樣 但如果這個儀式是跟我剛才所說的 俄羅斯地區的人挖屍 挖飲醉的人的屍體 然後把屍體沉入沼澤 或者支解這個方法 如果真的用這個方法 我相信原住民一帶 或者那附近的先人 他們的遺體 應該都是不得安寧的了 今集的二屆密使律 就講到這裡 希望今集的資料 可以令大家看天氣之子的時候 更加催眉 或者已經看了的人 可以更加多一些補充